2009年的城市花园小区,警察盯上了一个行踪诡秘的小伙,小伙不常出门,连邻居都几乎没见过他几面,更别说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见过小伙几面的小区保安说,小伙在年初搬进来时,只开了一辆普通且破旧的小轿车,但前几天在见到小伙出入小区的时候,小伙已经换上了价值不菲的奔驰,小伙身居遣出,且住在出租房中,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凑够一辆车的钱? 警察在调查时发现另一处异常,小伙子是一个人租住出租屋,但是每天的用水量居然达到三吨,这几乎是正常人家的十倍左右,小伙又如何能够在家里使用这么多水,难道小伙子使用水赚钱,背后有牵涉何种重大案情,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2009年10月31日,四川省鹏州市城市花园小区,保安在巡逻时发现一处污水处理井发生堵塞, 污水顺着井口鼓鼓地往外冒着,见此情形,保安联盟联系物业经理前来处理,物业经理也很是疑惑,明明这个小区是三四年前刚刚修建好的新小区,污水井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也足足有两米深。 不仅如此,这口污水井还会有专门的人员来定期清理,按照正常来看,对于新小区的经常维护的污水井来说,一般并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堵塞情况,不过为了为居民创造洁净的生活环境,物业立马联系修理人员前来维护,井盖之下,乳白色棉絮状的异物塞满了整个污水处理井,足足有两米深,经过仔细辨认, 这种乳白色的异物似乎是经过水泡烂了的纸屑和纸浆,这令人费解,好好的小区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纸屑流入污水井,经过工作人员的疏通和清理? 终于将这口污水井中的杂物清理干净,这些异物足足装满了八个高度达到八十公分的袋子,物业罗经理又将打捞出来的纸屑进行仔细检查,这些纸屑和纸浆中有将近三成并未完全损坏,经过仔细辨认, 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上面印着的花纹,而这花纹走向也是越看越眼熟,于是物业罗经理当机立断拨通了警方的报警电话,警方迅速出警,赶到城市花园小区,当警方再次将打捞上来的八代纸屑翻出勘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再次让警方目瞪口呆,纸屑中除了花纹,还翻找出几张褪色的纸张,上面印着数字十的字样,检查进行到这里,几乎可以确定, 那些令人熟悉的花纹,就是人民币上的花纹,令人眼熟的花纹,印有数字的纸张,残缺的纸币一绝。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眼前这些纸屑原本印着的,就是十元人民币,甚至就在警察赶到的几分钟之后,在纸屑中翻出了一张完整的十元人民币。 然而,人民币都是统一发行的,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下水道里,又会有谁如此是金钱如粪土,把钱都丢到下水道里,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警察很快意识到,小区里存在制造假钞的窝点,不法分子就藏在这个小区中,眼下,警方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制造假币的犯罪分子,并且捣毁这种危害社会的毒瘤。 那么,警方要如何在如此宽泛的范围中迅速锁定嫌疑人呢? 这条被厚重的纸浆和纸屑堵塞的下水道,就是最好的线索,根据小区物业的陈述,这个下水道负责处理的污水区域是小区的二号楼的一单元以及二单元,这栋楼上的居民生活污水以及粪便排放都会经由这个管道处理。 警方随即将目标范围缩小至二号楼两个单元的居民中,并且通过物业进行了初步摸底,通过物业给警方提供的信息,警方进行挨家挨户的地毯式盘查,很快锁定了二单元六楼的这个住户。 为什么在二四户居民中偏偏认为六楼这个居民刑迹最为可疑? 首先,这个二单元601号住户为租户,其他的几家都是原住户。 第二,这个601号居住的小伙很少出门,连物业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第三,门口的保安最初曾经见到过601租户小伙子曾开着微型车,但后来的一次却开着奔驰车。 很少出门的租户,究竟哪来的钱换车,种种线索和猜想纷纷指向601这位神秘租户,但是这位租客小伙鲜少出门,警方该如何证实自己的猜想呢? 警方很快想到一个不需要犯罪嫌疑人配合调查,就可以证明其犯罪事实的绝妙高招,那就是找到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调查二号楼各个普通住户和601号的水、电使用情况就可以破解难题。 根据警方的办案经验显示,制造假币的窝点通常会使用比平常住户更多的水、电资源,因为假币制造的机器需要长时间的运转,因此耗电量高于普通居民,长时间的工作又会使机器发出高温,为了机器正常运转,用水降温常常成为必备的手段。 这也使得嫌疑人会使用更多的水,那么只要证明601号租户是否有异常的用水用电记录,就能证明这个租户是否在进行非法的勾当。 根据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601号租户每月用电量高达600多度,用水量高达几百吨。 这样的数据显然超出正常使用。 身据潜出,巨额收入,巨大的用水用电量,警方几乎可以确定,这个租客小伙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迅速联系601号的房屋主人开门,但是租客小伙将门锁换掉,无法进入,从楼梯间的窗户爬上去,再将紧闭的窗户进入,成为了警方最终的解决方法。 出租屋内空无一人,嫌疑人大概是闻风而动,提前逃跑了。 然而屋内的作案工具还在,这些遗留的工具无不使得警方咋舌,客厅里有大量印有十元人民币的纸张。 大量的造假纸壁的边角废料,而在洗手间内的洗衣机中有大量没有清理干净的造假纸壁碎屑,旁边还摆放着醋酸等溶液。 显然,犯罪嫌疑人是将造假时使用的废料通过洗衣机嚼碎并通过醋酸将其上的自己模糊,然后一并排到下水道中,这才导致了下水道堵塞,污水处理井污水不断。 这个房间中还有制造假币使用的各种机器,诸如温度控制器,打印机,影印机,彩色打印机的墨盒,制造假币使用的模具,制造人民币暗闻的仪器等等,戏剧性的一幕式。 这个制造假币暗闻的仪器还有20和50的面额,大概是因为这两种面值不如10元的好用,毕竟面额越小,人们的警惕性越低,因为人们潜意识中总是认为假币总是出现在大面额的人民币中,10元面额的居民使用次数多且警惕性低下,为李永作案提供便利,在另一间房间中,警方还发现了大量的已经制作完善的10元纸币,这些假币堆积如山,清点起来都十分费力,据统计, 这个房间中的失业面额加起来足足有110余万,这还只是未流入市场中的假钞,加上已经流入市场上的。 不知道有多少民众受到欺骗,不论是从纸币的银线,纸币发出的声音的清脆度,纸币的方位水印等等来看,真的如同真钞一样,倘若在市场上见到了这样的假钞,除非仔细辨认,否则根本难以避免上当受骗,虽说作案工具已经被查获, 但是犯罪嫌疑人已经逃之夭夭,警方又如何侦破这个案件呢?据警方调查得知,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也就是601的租客,名叫李勇,是1979年出生的山东青年,2009年,李勇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到了30而立的年纪,却只凭借大专的文凭在工厂中打过短工。 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对于钻研歪门邪道却很有一手,李勇曾经在2007年去往广东省珠海市学习过平面设计,他想要学一技之长来维持生技,可是由于本本分分挣钱的过程耗时太长。 因此,他宁愿铤而走险,一路走上李勇所学知识制造假币的歧路,刚开始,李勇只是扫描以扫描,利用诗原真钞,之后打印出来,并将假币进行一系列较为专业的技术处理之后,制造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钞。 几天之后,李勇将做好的诗原假钞放到各大公共场所使用,结果居然没有人发现这是假钞,这使得李勇制造假钞的生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往后的日子更加加紧假币制造,试图扩大假钞制造规模,为了更大规模制造假钞,李勇在网络上搜索制造假钞的设备。 2009年5月31日,李勇利用女友李某的名义,让女友出面,在彭州市房产中介处租借了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屋,签订合同后,就在这个据点进行制造假钞的各种准备工作。 从网上自学假币制造步骤之后,先后学习了平面设计,纸币的防伪技术,纸币的水印油墨使用说明,钻研各种专业的技艺。 在掌握了所需的技术手段之后,李勇开始购买制造假币的各种原材料,从彩色打印机到纸币按印设备,顺利地得到了制造假币所需要的一切技术和设备。 从2009年6月开始,李勇就开始了他的作案行动,先小范围地制造了10万元的假钞,并在火车站寻找客户,以每张10元面值人民币1块6毛钱的价格出售。 到2009年10月底案发的时候,李勇的假币制造点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共制造了总面值400万的纸币,跑去已经被警方缴获的100多万,有200多万纸币已经流入市场。 这些假币按照100比16的销售比例进行流通,但为了不引人注目,李勇只生产了2005年版本的10元人民币。 为了方便自己兜售假币,李勇便利用赃款购买了一辆二手奔驰轿车,然后利用这辆轿车将假币放到与买家约好的地点进行销售,一次买卖大约1万到20万不等,有买家打电话向李勇订货,也是在这个兜售过程中造假币的边缴余料和报废假币扔进下水道, 最终将下水道堵塞,进而使得造假工厂浮出水面,巨额的假币制造案迅速引起了四川省公安厅以及公安部的重视,警方随即集结人手,对犯罪嫌疑人李勇开始抓捕,经过警方紧锣密鼓的搜寻。 终于在2009年11月初,在成都市将犯罪嫌疑人李勇捉拿归案,根据犯罪嫌疑人李勇的提供的线索,又将李亚林、周玉婷、何乾隆等易干人等一网打尽,在清算这个制造假币的团伙时,警方发现,这是一个家族式的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之间几乎都存在亲戚关系,早前大多都在家中务农。 后经过李勇的召集,凑在一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最终李勇和他的犯罪团伙被送上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0条规定,伪造货币,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除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或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法网灰灰疏而不漏,李勇的犯罪行为虽然让他获得一时富贵, 但是正义的法律会让李勇尝到社会公正的铁面无私。 2011年5月17日,成都市检察院将李勇等人以涉嫌伪造假币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终于,在2011年9月27日,一审判决正式宣布,法院最终宣布李勇因犯伪造货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除以罚款二十万元人民币,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每个人都需拟货。 越是在短时间内能迅速赚钱的勾当,越可能为自己招来牢狱之灾,毕竟,最赚钱的行当都被写在刑法当中,在生活中踏实的态度,才是美好人生的旗帜,在社会中守法的观念,才是合法公民的标杆。 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